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HKIC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女性俱乐部WIA Coffee Brick Series系列访谈 这是一档聚焦资深职业女性发展的访谈节目 每一期我们都会请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来这里跟我们分享她们的职业经历和人生感悟 那么今天这一期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华茂硅谷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张丽霞律师 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张律师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人生感悟和职业履历呢 今天就谢谢张律师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跟我们聊聊天了 好,也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 那我们就其实之前也看过张律师您的一些资料 了解到您整个职业生涯是充满了变化的 您能跟我们大概讲一讲您在这个职业生涯中有哪几个您觉得非常重大的转折点吗 要说充满的变化好像也不是那么的频繁 然后我是这个81年 81年的时候在中国政法大学读书 毕业以后呢,刚开始是在做老师 也是做兼职律师 那么后来呢,我就开始做专职律师 专职律师呢,应该说是我的第一个这个专折 就是从学生到工作期间 那么刚开始呢,是在北京大学有一个叫专专业科技律系事务所 这个所呢,很特别 它是属于北京大学法律系跟北京市司法局合办的一个律系事务所 这个所呢,就在北大南门的南墙外面,特别有意思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我当时呢,就是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类型的案子 因为呢,这个这个所的很多律师都是北大的法学院的这个非常资深的教授 他们也在做社会实践 所以呢,就是跟着他们学到了很多 比如说,所有的案件我都接触到了 刑事的,民事的,商事的 那同时呢,在这个时候 因为就在北大嘛 所以有很多的机会去听课 听课 也学习 这是我的,在北大的那个阶段 最,收获最大的 就是跟着很多最顶尖的 最前辈的老师学到了很多东西 一直从我毕业干到大概是94年的年初 也有好几年了 将近九年的时间 对 所以到了94年的时候 这又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 94年 对,因为94年的那年是我的30年的 30岁的生日 所以就是常言说三十而立 所以当年我就在想 我要不要送自己一个生日礼物 所以是什么 所以是我就想创办一家律师事务所 这个礼物挺大的 这个礼物挺大的 因为当时呢,正好是律师制度改革 在这之前呢,大部分所都是官办的 都是这个官办的律师事务所 是司法局主办 那时候呢,正好律师制度改革 说可以办合作所 你只要有三个合伙人 你就可以办一个律师事务所 所以当年呢,一个是有一定的小小的专业和客户的积累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正好借这个时机 然后就在想能不能办一下律师事务所 所以当时把这个想法就跟我的两个大学的同班同学 一说,结果一拍而合 所以呢,我们就在94年 在中关村的高科技试验区的大楼上 然后当时还是 因为海淀的律师事务所还不足十个 然后我们在高科技试验区办律师事务所 当时也引起了这个 轰动 轰动 对,当时还是实验区报还专门做了一个报道 说这个,我们这儿成立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而且名字很特别 我们就叫硅谷律师事务所 这个是为什么,是因为 因为中关村是中国的这个硅谷啊 所以我们就叫的北京硅谷律师事务所 所以当这是在94年 94年 所以这应该是我人生中的另外一个 第二个转折点 对,非常大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三个人 然后就出来创业了 对 当时我这两个同学 其实他们的工作也都特别好 然后也是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 一个呢是 田律师呢 他原来是在 这个,他是个老红军的后代 他是在化工部的党委组织部 应该说也是非常有前途的一个单位 对 还有一个呢是叫郭律师 他原来是在最高检工作 哇 被您拉下海了 然后被我给拉下海了 所以当时我们三个就决定出来 出来 来创办这个硅谷律师事务所 对 还是挺兴奋的一件事 华茂呢是2000年的时候 然后呢 第三个 第三个 就我们94年成立 然后到00年这个期间 因为我也是在茂大读书 因为你在做律师的过程中 就觉得实际上还是觉得 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需要学习 对 所以呢我就很幸运的 就到茂大 师从沈老师 沈四宝老师读的硕士和博士 然后在这个期间呢 可能大家互相之间有更多的了解 然后也得到老师的重视和培养 认可 当然了 我也是沈老师认可的学生之一吧 也算是一个大师姐了 然后现在到了00年的时候 正好华茂 华茂也有就是是茂大沈老师 他们也是在94年 创办的一个兼职的律师事务所 那么到了00年的时候呢 就是国家的政策也是不太 这种兼职所要有一个出路 就没有这个兼职所的体制了 所以呢就是正好我们 又是他们的学生 又比较了解 也是志同道合 所以呢我们在00年的时候 就合并了 叫北京华茂硅谷律师事务所 当年我们成立这个所的时候 就是合并的时候 还举行了一个盛大的仪式 当年因为我们是海淀的律师事务所吧 所以也得到了海淀区 包括高科技实验区的大力的支持 当年好像海淀区的区长书记 然后人大主任 还有这个就是政协的 就四套班队的领导全到位了 而我们就叫强强联合服务高科技企业 所以当时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我也非常幸运 因为自从合并了 我觉得我们这个所又上了一个台阶 因为从专业的实力上来讲 不吹牛的说 我觉得遇到任何的难的问题 前沿的问题 我这边都有后盾 都能解决 所以我们是 我也觉得我个人也很有福气 所以从2000年到现在 又走过了22个年头了 我们如果是从94年开始算的话 我们一路走到现在是28周年了 张律师您刚刚讲到说 这个好像从创业开始 这个中关村这三个字对您来说 给了好像意义非凡 给了您很大的一个支持 您能具体给我们讲讲 这中关村三个字 在您这个就是初创的时候 或者甚至说现在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我觉得中关村这三个字 确实在我的生命中 有特别特别不一样的定义 从我上学 我是在海淀 离中关村就很近 然后到我的第一个律师事务所 北大的专利科技律师事务所 就在中关村 也在 也在 然后再到我们这个北京 硅谷律师事务所创业成立 就在中关村试验区的大楼上 当时还是人家免费给我提供的一间办公室 等于给我们的特别的奖励 说我们试验区也有律师事务所了 然后这也在中关村 我现在又是我们海淀律协的这个会长 然后为我们海淀律师提供服务 也是在中关村 那么我的政治商业中的 比如说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也都是以中关村为基础的 所以应该说中关村是我的力量的源泉 和我的靠山 那么中关村在我一生中 我觉得是永远磨灭不掉的 这个三个精光的大字 我对他充满了感情 还有你的第一批客户也是中关村的 对 就是我之所以在94年 能够送给自己一个30岁的生日礼物 其实那时候我所有的客户 全都是中关村的 就我骑着自行车 一家一家磕回来的 什么从方正 联想 柯海 然后巨人等等 新北高 那全部都是中关村一条街上的 当年中关村有十大著名的企业家 然后我还非常有幸地 给他们做过这个法律顾问 然后他们开会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把我叫过去 然后帮他们做做合同 然后谈谈这个物点虚的法律的问题 所以我也是非常荣幸 也是自己的起步的地方 您刚刚讲到是这个创业 是给您自己30岁的一个大礼包 那您当时是怎么说呢 是一个水稻 您的创业是一个水稻渠成的过程 还是说是一个怎么说呢 是走一步看一步 或者说我先走出这一步 再去看看情况 还是说是一个准备非常充分的情况下的一个举动 其实说实话 我这个人有时候也不是说 一切计划好了再去做 就是一种感觉 感觉 就是一种冲动 然后说既然现在国家允许这种 这个三个人就可以办一个锁 然后呢 我在又有一定的这种 这个客户的基础 然后又有同学的支持 又有客户的鼓励 然后更主要的是呢 就是因为我从小有一个梦想 我就想做一个像流浪者里边的leader 那样的女律师 对社会有贡献 能够匡扶正义 然后又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又能对社会和对家庭有益的事 所以就想去试一试 然后这一试下去就走到现在 我也能感受到 其实像您就是是我们这个律师界仲裁界 也是女性的一个代表人物 那您在您整个将近快40年的一个职业生涯了吧 您中间有没有觉得说 因为自己有一个女性的身份 或者因为性别 您觉得在推进这个职业发展过程中 会遇到一些阻碍 对 话说回来 其实还真没有 没有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 就是女性的 在这个行业里边 我有时候跟这个学生们交流的时候 我觉得 其实律师是一个特别适合女人做的事情 就是你可能做别的职业 你有弱势 对吧 但是做律师这个职业 它没有弱势 因为比如说我们所有男律师能做的 我们女律师都能做 没有什么体力活 然后呢 就是而且女律师有她的优势 就是比如说她更善于跟人沟通 更善于换位思考 更善于替别人考虑 然后呢 在整个把握案件的脉络和进程过程中 我觉得跟各方的沟通更顺畅 然后女性的表达似乎也没有比男性弱 包括女人的韧性 就是我不屈不挠 然后我遇到困难 我绝不轻言放弃 放弃 对 我觉得这都是女人的这个长处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只特别鼓励说这个女的学生 女的法律 这个法学院的学生 其实做律师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但是您要理解就是女性嘛 她毕竟还有一个生育期的问题 您会觉得说那相当于比如说您怀孕的期间 甚至后面休产假的这个时间段 其实将近一年的时间 会不会对这个职业造成一种中断呢 甚至这种中断 甚至是一种不可修复的一种中断呢 您会觉得会有影响吗 就是对职业的影响 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影响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一个作为一个女律师 其实要很多 包括律师有很多方面需要提高的 你比如说你的专业知识要不断地学习 新的东西规范司法解释 新的案例 你要不断地学习你才能提高 对吧 然后呢 你的提高不一定非得坐在工位上 你的提高也不一定非得坐在法庭 或者众台厅上 也不一定非得是跟客户面对面的交流上 那么现在呢 就这种互联网那么发达 你学习的途径那么多 我觉得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你都不耽误你学习 所以我一直主张 我们不要去刻意地说 我要计划 我要规划我多少岁结婚 多少岁生孩子 多少岁当合伙人 我觉得一切顺其自然就好 该到哪个年龄 该到哪个阶段 做什么事 你就去做 不会是因为你生了个孩子 你的业务就降低了 那可能你生完马以后 你会对生命有一种新的认识 你在办案子过程中 你会有新的体会 你跟客户交流的时候 你更能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来想 怎么样能帮助对方 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其实不一定 所以我觉得不会受什么影响 你看我们所里很多女律师 我们所里的女律师比男律师多 我们在招聘员工的时候 律师的时候 我们不会考虑 因为你是个女律师 所以受到启示 不会 我相信我们大部分客户 也不会因为 因为你律师 你是女律师 所以我就不找你 因为你是男律师 所以我一定就会找你 还是你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能力 张律师我也注意到 您是很多机构的仲裁员 就仲裁员其实也是女性的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选择的一个职业吧 就这方面您是 有没有什么 这种建议呀 可以给到这些法学院的同学呀 或者说现在法律界的一些 女性的从业者的 其实仲裁对我们 法律职业者来讲 尤其律师来讲 它是一片蓝海 对 因为就是这个行业特别的好 然后有很多资深的仲裁员 到八十岁九十岁还在工作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女律师也好 女的法律工作者也好 如果你喜欢仲裁 你了解她 你做律师八年以上 你就可以做仲裁员了 然后呢 而且永远没有退休 只要你脑子好 只要有人选你 你就永远可以活跃在 法律的第一线 而且能够感觉 这个最前沿的法律的信息 然后我觉得我特别幸运的是 就是我从三十岁开始 就做仲裁员 那么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 二十几年来 之所以没有被专业所淘汰 而且我还一直在活跃在 这个专业的第一线 我觉得特别受益于当仲裁员 因为你当仲裁员 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 就能接触到当期当即 最新鲜的这个法律争议点在哪 然后你知道律师怎么样表现 才会能赢得仲裁员的认可 那么相反的方向 当你当律师的时候 你又会知道仲裁员会怎么想 然后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所以我是真的是觉得 如果说女律师没有劣势 女仲裁员同样没有劣势 对 所以其实WIA也是出于这样的一个 宗旨创办的一个组织 你也是积极投身到这个组织当中 它就是为了促进女性在仲裁业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 是 所以当时杨领秘书长 发起这个WIA的时候 我好像是第一个报名参加 对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对 我们也其实我也注意到 就是除了这个仲裁员 包括加入什么WIA 这样的一些组织 您好像还有非常多的 这个社会职务 像比如说什么 您现在好像是北京市的人大代表 对吧 您也是北京绿协的这个会长吧 海电区绿协会长 对 然后还有一些正邪的这个职务 还有一些 你自己说一下 我觉得我都数不过来了 我背不下来 我觉得我好像是属于精力比较旺盛的 除了专业以外 我也很喜欢跟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 然后也确实受益匪浅 从他们身上我也学到很多 对 那么我是北京市人大代表 是我们律师界推选出来的这个人大代表 然后又是我们海电的政协委员 对 然后还是我们海电绿协的会长 这可能女会长 大概目前只有我一个 对 然后这个就是在这种为大家提供服务 做公益的同时 我觉得我收获很多 对 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您这个时间管理上是怎么做到的 基本上94年开始 就是自己创业到现在 我好像一年一年都有无数个小点构成的 就是我的日历里边都是一个一个的点 然后好像一晃把这些点过完了 就一年过去了 这个过完了就一年过去了 然后但是我是确实我在时间管理上 有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规律 就是我基本上会用三分之一的时间 在所里的这个业务 然后带年轻的这个律师 共同讨论案件 然后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仲裁员 那么因为做了很多家机构 境内外机构的仲裁员 那么也担任很多首席什么 也需要写裁决 需要审理 这个也有很多的时间 那么另三分之一的时间 我是给社会公益的 比如说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我会经常提案 我是属于提案比较多的 提建议比较多的这个代表 然后会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 会参加比如说法院检察院 然后各个这个我们司法部门的 这种活动 也了解他们的情况 然后也愿意为他们鼓语呼 然后呢 还有这个在各个大学里做 建制教授 然后讲授仲裁法的课程 然后跟年轻的学子在一起 从他们身上 我也能学到很多 这是这个基本上是 各三分之一的这个时间 但是确实留给我自己的时间呢 就比较少 对 我会呢 有一个雷打不动的时间 就是我会锻炼身体 对 原来呢 就是我去年因为脚崴了一下 然后原来我基本上 每天雷打不动的是 五公里到十公里的跑步 我也愿意去跑马 虽然不敢挑战全马 半马的奖牌有一大堆 然后我自己也会比较注意锻炼 那么疫情期间我还在家跳刘跟红 我最近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活动 就是那个打游戏来闯关锻炼 然后这个我发现出汗特别多 是吧 在咱们俩见面之前 我中午大概十二点半到一点半的时间 我又跳了一个小时 出了一身汗 感觉特别爽 所以您是一个就是碎片时间用来运动的那种 对 我碎片时间用来运动 碎片时间用来睡觉 碎片时间可以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 您看您分享了这么多 我觉得就是说从职业上 还是说到生活上 还是说特别的 以这个女性的视角上给我们讲 从职业生活上都做了这么多的分享 非常有意义 那么最后可能还要再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那么今年2022年 其实也撞上了很多 可能是百年难遇的大事 像这次这么重大的一个疫情 全球肆虐的这样的一个疫情 还加上一些俄乌的这些国际形势 然后各种贸易摩擦也比较多 那么延伸到国内更贴近我们的就是就业的形式 法学院学生的就业的形式似乎也变得越来越难 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 其实我们年轻人 虽然不能跟你们那一代人比 吃苦受累 但是确实我们也面临着很多的这种未知和一些忐忑 一些忧虑 所谓的什么内卷之类的 那么对于我们在2022年即将毕业的这些年轻人 您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无论是他在求职 还说一些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上的规划上面 看看有没有什么过来人的意见 其实我觉得今年确实比较特别 我也深刻体会到确实找工作不容易 因为我也认识有一些特别优秀的小孩 然后跟我说投了很多简历都没有被入取 说原来觉得考了这么好的学校 然后又读了这么好的研究生 然后又是考了律师资格 怎么就找不到工作呢 但是我觉得大家这个时候应该把心静下来 确实就是目前遇到的困难是暂时的 然后我们的经济也会在恢复的 在这个阶段不妨把心静下来 然后多读一些书 然后多寻找一些机会 甚至在没有找到机会之前 你更加提高一下自己的各方面的水平 总而言之我觉得是要不断地提高自己 每天都要有自己的进步 每天一天过来了 觉得我今天又有什么样的新收获 这就好了 静等花开 也不是说不可以 因为你着急也没有用 对 是吧 着急也没用 着急也没用 但是我觉得尤其在找工作的时候 不要好高骛远 对 要脚踏实地的 比如说有些事情你可以先做起来 对 然后就是能做多好 我先做多好 做到我自己能力范围的最好 这个我觉得是 不妨折服一段 对 哪怕先找一个就是说能自立自强的一份工作先干起来 是 然后我觉得法律这个行业比较好的就是它的一个覆盖面其实挺广的 对 我们的求是口还是挺多的 对 然后如果未来想要从事律师行业 然后还是随时随地可以回来的 是 其实律师应该说是你只要喜欢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哪怕60岁以后你都可以回来当律师的 对吧 你前面就像你说了这个各行业实际上都需要法律的这个人才 对 政府部门对吧 然后小微企业大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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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种这个高高校实际上在这个生活的任何一方面都离不开法律 也离不开我们这些这个女律师的女性法律者 对 点一下题 那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张律师了这么百忙之中拖出时间来跟我们聊这么多心得和感想 然后也提出这么重肯的建议 然后呢也感谢WIA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 也希望您能多多的参加继续支持WIA 没问题我也非常荣幸 也希望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大家多交流 好然后互相鼓励共同进步